可我觉得现在时机还不对 况且此事的重点还不再求情 锦儿 你身上 这是哪儿来的 对不起 嫂嫂 我偷拿了家里的钱 你 你怎么 有了美发 怎么能没有相应的服饰 妆容相配呢 嫂嫂要批评我奢靡放异 屡教不敢就尽管说吧 你 你跟嫂嫂说实话 你到底要去做什么 皇宫里的元宵灯会 可 我知道我没被邀请 但我也一定要去 既然我的事让嫂嫂如此为难 那么我就自己去找 比哥嫂更位高权重的皇亲 救我的夫婿 你如何去求呢 门外的马车上我还备了后礼 大家攀比着送礼 送少了半部城市 所以从自身装扮和送礼上 绝不能被别人比下去 否则连面都见不到 锦儿 你不要再比赴静奢了 这是个无底洞 事而交易 终而勾合 家底再饮食也会败掉的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不然我就会加毁人亡 一无所有了 嫂嫂 锦儿 你放心 嫂嫂一定会想到办法救你夫婿的 但你要相信你自己 只要勤俭持家一定能东山再起的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起家立业靠的是勤俭 不是万贯家财的外在物质 嫂嫂 这些老生常谈 请说我现在实在无法明白了 即便托了皇亲 也不一定能救人 因为能救自己夫婿的不是外人 而是你自己 果真 那皇亲素闻小姑张扬浅漏 乃小人物不屑相见 大为受汗的小姑 身至昏迷 碰倒了烛台 家宅大火 除缘拼命相救 锦儿 嫂嫂已经想到办法帮你夫婿求了情 她不会有大事了 你快快好起来 看 你的头发又重新长好了 还像原来一样乌黑 真的吗 我完全好了 谢谢嫂嫂 我还把你的勤俭付出告诉了皇上 皇上希望你能勤苦好礼成就一代清官 真的 你的夫婿虽然减轻了罪责 但还是会按照国法没收赃物并贬官 所以你一定要学好持家 勤俭操守 再不可娇称放纵才能重振夫家 是的 嫂嫂 对不起 以前是我太不懂事了 没关系 只要你能够重新开始你的人生 恭敬谦逊 可以成就好的德行 娇奢放纵则败坏名誉 富贵和恩宠无常 所以要有足够的智慧才能驾驭财富 我明白了 今后我一定跟嫂嫂好好学习 出缘呢 娘的病其实已经好了 不用再吃药了 你天天早起熬药 从早忙到晚 实在是太辛苦了 您觉得好了吗 是啊 你看娘都能自己下地了 娘 您骗我 怎么了 娘 我八岁的时候爹得了重病 我天天照顾她 忽然有一天爹说她病好了 可我看她的脸色还是不好 我就断定爹是在安慰我 心里仍然很难过 如今我已经久病成医了 婆婆您怎么能瞒得过我呢 嫂嫂 锦儿 嫂嫂 你看我的打扮怎么样 锦儿素雅的装扮显得更加清新可爱 嫂嫂 你刚才的故事我真的好感动 我跟您一起照顾娘 我跟您一起照顾娘 对大哥恭敬是让你懂得千功有礼 宽爱小玉是让你懂得仁爱待人 勤戒劳作是让你懂得借娇借奢 锦儿 你可知道你的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 嫂嫂 我现在明白了 根本还是我自己的娇奢 才导致夫婿为了我的贪欲而贪脏 人生要有志向 修身养德 严眠家业 才不会在物语中迷失自己 嫂嫂 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 富贵要勤奸守家 贫居要精进兴家 我不能一生都浑浑噩噩 娇奢享乐 一定要回夫家 重振家业 娇奢 锦儿 你终于长大了 嫂嫂 小姑此后持家有道 使夫家恢复了贵妻生育 楚源的婆婆病也好了 丈夫对她更是敬佩有加 嫂嫂 皇亲女眷美要咱们去踏春 锦儿今天打扮得真是整洁利落 李楚源的人生哲学 在当今颇有启迪意味 人生除了物质 是否该有一些更有意义的志向呢 不以宠辱耕其手 不以毁育累其心 这便是李楚源减肃人生的惊魂吧 李楚源减肃人生的惊魂 李楚源减肃人生的惊魂 不以宠辱耳其心 不以宠辱和汝 不以宠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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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不幸 淮海教育基金会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事们的爱心护持 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 为了回馈社会、关怀弱势族群 海淘法师慈悲志业自2008年 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 及积极地协助清寒学生、弃养学童、中措生就学、生活及品德教育 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 寄贫发放、急难救助 老弱病苦 单亲家庭、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 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 以圆满老安少怀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 让社会上的弱势者也都能感受到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 淮海教育基金会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累积福慧资粮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 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身心健康、平安吉祥 护持淮海基金会发扬佛陀大慈爱 援助弱势众族群同离忧患常安乐 护持账号50059824 50059824 护名淮海教育基金会 护名淮海基金会 护名淮海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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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形,你都会对才好。 谢谢佛,一切菩萨摩合萨,摩合波哲波罗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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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大夫丁首论已经第五卷 现在讲二十五元通 已经把十八界的元通只剩下耳根没有讲 还在第六卷其他的十七种讲过了 而七大当中讲过火大 现在是讲第十九第一大元通 此地菩萨他所修的第大元通 就是由修平止道路的事情 而由此正常菩提心修学菩萨道 一直到成就大菩萨的结位 那么这是此地菩萨 他多生多界以来所修的这个法门 就是持地修持平地